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Strake 3070也应该是华硕的旗舰显卡 Strake来讲呢 应该是所有显卡里数一数二的了 就是同一个型号 它的价格呢 基本都是这种最贵的吧 除了那种水冷的 然后它的性能呢 也是同样型号 应该来讲是最好的 包括冷却呀 还有它的这个核心频率之类的 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外观也是三个风扇 中间这个风扇的扇页的比较多 然后它的保修也是三年 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技术参数吧 技术参数其实都差不多 PCI 4.0 OpenGL 4.5 8G D.6 然后它的频率 1755 然后游戏的时候呢 1725 就是普通和超频模式 OC就是overclock超频的意思 最大知识分辨率应该是 7680乘以 43208K吧 应该是 我也不太清楚 应该是8K 然后interface就是它的机口 有两个HDMI 三个display port DP 最多支持四个显示器啊 非常屌 然后dimension 这个非常重要 应该是 31.85乘以14.01乘以5.78啊 这个非常长这个卡 然后呢 我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显卡 就是华硕的3070TUF 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技术参数 TUF3070O8G 也是可以进行一个超频 1845 然后gaming mode是1815 差了这么10个MHz 刚才那个1755和1725 然后这是1745和1715 差了10啊 几乎是一样的 你说可能玩游戏的时候 你100帧 这个可能99帧 嗯 其实是没有差别的 差个1% 然后其他的也是8K分辨率吧 这应该是 然后 两个HDMI 三个DP 然后它的这个长度 2930厘米啊 这个很关键 30厘米和12.69乘以5.71 30 13和5 然后这个ROG 然后这个ROG STRIX 呃 就是32了 差了1.2 接近两厘米 然后这个就是尺寸各方面都大一号 也要两个 2.9个SLOT 非常恐怖 这2.7个SLOT 一个SLOT 就是一个PCIe的宽度 然后呢 我现在还有一个卡 就是华硕的 DU 也是3070 然后它的这个 呃大小呢 就会小很多 也是OC的版本 就是可以超频的 其实这超频 基本上没什么用 显卡超频 显卡超频最多 你能提升个3% 2% 对吧 没什么意义 呃 我说的游戏时候超频啊 呃 显卡超频最多呢 有可能你能超个5% 呃 但是挖矿的时候就很有意义了 超频 好 这张呢 就是华硕的3070TUF版本 它呢 同样也需要两个8PIN的电源 但是这笔Strix版本呢 要稍微短一些 呃 Strix版本呢 正好 我所有的显卡啊 看最长的 一张 之前买的3090 都是可以放在这个架子上的 然后刚才那个Strix版本 Strix3070 接近32厘米的长度啊 已经放不下这个架子 就是说这个风扇 挡住它的这个 长度了 所以呢 它要装这种伟达的架子 装风扇就装不了 你可以装在没有风扇的地方 啊 你可以不装那个风扇 这是我有史以来买的最长的一张卡 太长了 好 这张呢 就是华硕的3070 呃 Strix版本 看一下这个 确实是非常长 比我其他所有显卡都要长出一劲来 然后这个这个呢 就是华硕的 呃 DU 然后两个风扇的 然后这个呢 是三个风扇的 确实啊 这张卡 做的非常大气啊 不愧是一张旗舰的显卡 那么咱们就上机器上 看一下它的这个温度如何 对比三款华硕 不同型号的3070显卡 可以看一下这个GPU3和GPU4 就是华硕的 呃 DU和Strix 也从这个功率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最右边这个数呢 是它的最高功率 然后这是默认的功率 然后这是最低的功率 它这个3070 Strix版本最高功率 高达350瓦 堪比3080 和3090 非常屌 然后正向的呢 看一下这个温度 它的这个转速只有53% 但是它的温度呢 是52度 然后DU版本呢 风扇已经58%了 它的温度还高了6度 都是120瓦 频率和这些超频设置 功率限制都设置成一样的 它的这个风扇效率显然是比 这个DU版本的要好一点 风扇低了5%的速度呢 温度也低了5% 然后它的算力是一样的 那么再来看一下 TUF版本 由于TUF版本这个室温要低一个 我估计低个3度吧 所以它的温度呢 自然就低了一点 所以它的这个风扇速度也是53% 然后温度是50度 如果要是放在同一个温度呢 室温是放在同一个温度 我觉得它可能会到达了5455左右 也就53%的情况下 比这个高一点 所以它 所以得出结论是显卡 它越大的话呢 散热会越好 风扇速度就越低 然后安静度也是要降低的 温度也是要更低一步 但是呢 它们的这些算力什么的 都是会都是一样的 基本上是差不了 这么各位输入不到 对吧 那么再说一下价格 这个DU和TUF还有Strix 它的价格依次是就多了几十刀 那么这几十刀的价格有没有用呢 如果你是挖矿的来讲呢 应该肯定是买最便宜的 因为这几十刀的价格 并不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收益 当然了 但是你的环境温度 如果过于高的话呢 建议选择这种散热比较好的大型卡 然后间隔呢 留的比较宽一点 这样的话呢 它的温度相对来讲就低了一些 或者你要选择玩游戏的话 放在机箱里 肯定是这种体积更大的 风扇更多的这种卡比较好 但是你看它的价格 它的价格差了小一百刀了 然后它的性能来讲 可能也就差个最多最多 也就差个3%到5%左右吧 并没有太大的提升 这就看你个人的选择了 当然现在这种情况下 你能买到哪一种 你就买吧 也不用考虑 它的这些原始价格了 对吧 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别忘了点赞订阅关注 我是ShotimeZ 咱们下期再见 对 对 感谢观看